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修改课程的名称 章节素材的名称以及更改封面增加选课的辨识度 回到刚刚的复制课程 你会看到在左上角课程封面的地方 我们可以将滑鼠移动过去 点选一下就可以看到你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 你也可以利用上方系统有10种预设的封面来做一个切换 那这边提醒你这一个画面的尺寸是16比9 你使用PPT简报页面版面的设定是16比9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将PPT存成图片上传 就会是一个满版的图片哦 在这边我想要选择的是这个天空的图案 按储存 你也可以选择上传图片 他会选择你系统本极端电脑里面的图片 那我这边先选择预设的 按储存就完成了封面的更改 那我这边都会建议老师可以去做一个个人化的设计 这样子孩子在选课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容易找到课程 也比较吸睛 另外呢这堂课程从刚刚的助教课 我复制过来之后就变成蓝色的小贴纸 这边显示的是开课 也就是你是这堂课的开课者 你是这堂课程的开课者 好 那我们呢要怎么样来编辑课程的名称 在课程名称的右边有一支铅笔 点选一下 我们就可以来去重新输入 重新命名 例如呢我这边就输入 Winni的五上国语课 那你也可以设定是比如说503 这样学生更好找 按确认课程的名称就修改好了 那我这边都会建议老师 复制的官方课程一定要去修改名称 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会跑错地方 你跟他说要来进来做学习 他跟你说有有有 他永远都是在上方课程总览的官方课程学 跟你开设的课程南辕北辙 那要怎么样来避免 就是课程的名称跟封面 让学生好选课 那另外一个部分除了课程的名称 我们要怎么样来修改课程的章节 以及课程素材的名称 在课程章节中 我们可以先滑到下方 刚刚复制南辕北辙这一个章节 那我这边呢一样点选三个点点 除了可以重新命名之外 在这边我也可以复制或者是删除哦 我们这边点选重新命名 在这边呢我们滑鼠游标可以直接做修改 例如我的这个章节名称 我想要叫做补充成语 然后南辕北辙这边 我就是只要留南辕北辙四个字 这边我已经输入完毕 我就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就完成名称的更新 而且自动储存 这一个是在章节的部分 那如果我想要修改素材 我们画面移动到上方 刚刚我是不是把这个小事身手 复制到第一个章节里面 我们在第一个章节最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 一样点选的是三个小点点 点开之后按重新命名 我们就把这一个复制呢 把它删掉 然后我的是什么的小事身手呢 我刚刚复制的是 这个成语故事的小事身手 借刀杀人 给他一个框框 一样点选空白的地方 就自动完成储存了 以上你已经学会 如何更新课程的名称 封面 素材的名称 三个点点这边 以及最后方的章节的名称 只要记得三个点点 就可以展开看更多的内容 或者是更多的工具列 这样就可以咯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如何来设定课程的属性 我们下来设定课程的属性